早餐店兼香腸热狗搭配红茶或奶茶 这就是不少小朋友早上的第一餐 癌症基金会调查三到六年级的学生 发现有94%喝含糖饮料 九成一吃油炸食物 而且有高达八成五的学生 每周吃加工肉品高达一次以上 面包里面加热狗的 然后我有看到他们喝奶茶 如果说你是在一般早餐店 或者是麦当老师 他还蛮容易吃到一些火腿啊 培根之类的加工品 世界卫生组织也已经把加工肉品 包括培根 香肠 火腿 热狗 列为一级致癌物 加上国内研究显示 一周如果摄取超过一次的加工食品 恐怕就会增加74%罹患白血病的几率 以天然的食物为原则 那正尽量多摄取这些蔬菜跟水果 以及全果跟精类的一个食物 比例上面的部分的话 我们会希望是一个3232的一个比例原则 也就是30%的顺骨跟精类 那20%的水果 那30%的蔬菜 跟20%的优质的蛋白质 营养师提醒小朋友早餐 最好还是吃优质蛋白质 像荷包蛋 豆浆没有加工过的肉品 配点蔬菜水果 含糖饮料可以用蔬果汁来代替 避免外食 预防癌症 招上门 TVB新闻 洪荣斌 陈佑荣台北报道